你好 你好 我弟弟在这儿吃饭 落下了一个包 是哪个包厢 三二一 这边走 一斌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天乐把包落在这儿了 让我过来帮他拿 天乐 天乐什么时候背过包啊 那你呢 张姐有个朋友来了 让我招待一下 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请问是哪个包厢 我三二一 巧了 你们俩是同一个包厢 这边走 一一巧啊 里面请 就这儿是吧 阿姨好 叔叔好 这是什么情况 来 坐 坐 坐 张姐 你跟老少 这么快就旅游回来了 是 是 我这不 我跟你妈这不 刚落地 我还以为赶不上 是是是 张姐 你让我帮你招待的那个 你那朋友呢 我说 她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 我今天呢 主要是 想请义冰过来吃饭 没别的意思啊 就是阿姨想跟你 好好地聊一聊 聊一聊 阿姨您要跟我聊什么呀 是这样啊 义冰 尽管阿姨和你认识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是阿姨对你呢 可比对这小子要满意多了 张姐 我知道 你喜欢义冰多一些 但你也不用这样费尽周折 花这些价钱来酒店里 批斗我嘛 你说折腾什么呢 别别别别 别吵啊 让你妈把话说完 就是 插什么话呀你 不是不是 义冰 我们家这个呢 在有些事情上呢 他那心眼 比蜂窝梅还要多 可是在个人问题上呢 他 他这 他这脑子 他就不开窍 他就 傻 阿姨 您对您儿子不了解 他哪里不开窍啊 他可开窍呢 我的儿子 我最了解他了 你说他送你那个玫瑰花吧 那在背地里 费了好大好大的心思啊 是啊 就 这 就为这事 他每天晚上跟他妈通电话 就研究这个 我都听了好几回了 是 是 是 玫瑰花 姐 你不一望安定 给我哥送过礼物吗 什么时候 你好好想想 听了 你先别说话了 我是看明白了 那什么玫瑰花啊 就是他们送 还有那礼物也是他们送 他们弄这一出戏 就是为了催咱们 快点结婚 什么戏啊 我就实话告诉你啊 今天请你们来吃这顿饭 我就想让你们给我一个 准确的答复 那个 那个 家里的彩礼钱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臭小子 赶紧 赶紧表态 张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跟易冰啊 现在纯属自由恋爱 张姐啊 你们就别乱操心了 是啊 张姐 我和西城我们两个人的事 想自己拿主意 你看看 你妈这 画了鞋本 买了这么一桌子菜 帮忙还帮成盗忙了 不是 主要是你们 张姐 请 喂 你